嘿 大家好 歡迎來到兔哥的決鬥城堡 這次要介紹的是 羊岩獸牌組 這幅牌組在Duel Links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 在目前環境下有眾多強力單卡 甚至是主流牌組的重點怪獸 他們的效果都是指定對象 這使得羊岩獸得到了很大的發揮空間 今天就來介紹這幅別具特色的 岩屬性牌組吧 首先是他們的優點 羊岩獸的本家怪獸幾乎都有指定抗性 可以讓許多強力單卡的效果難以施展 另外 岩屬性的實用配件眾多 而且幾乎都在同個卡盒 接著是羊岩獸的缺點 雖然他們都有指定抗性 但是非指定的卡牌效果依然對他們有效 像是波紋防護招 無敵陷坑以及天譴 另外如果不仰賴技能的話 他們的打點是偏低的 如果在發動粉碎的那個回合沒有拿下勝利的話 後續將會越來越難打 接著是牌組構成的環節 主要的核心卡牌要以下這些 另外因為超量怪獸吃不到粉碎的攻擊力加成 所以我沒有把本家的超量怪獸 火焰雞蛇列入核心卡牌 接著來開始為他們做單卡介紹吧 首先是打點最高 但也是最有可能造成卡手的羊岩獸蛇尾獅 第一部分的效果是優質的指定抗性 羊岩獸幾乎都有這個效果 可以讓許多熱門卡牌的效果難以發揮 後面那四隻就不重複贅這個效果了 第二部分的效果比較少用到 可以在當個回合得到效迫抗性 遇上錶雷的時候可以避免全滅 接著是羊岩獸施救 他第一部分的效果是優質的特造點 讓其他本家怪獸有辦法升級召喚上場 接著是羊岩獸名符犬 他第一部分的效果是施救登場前的湊素材方式 同時也期盼對方藉由戰破或是效破 來讓我們可以發動另一個效果 第三部分的效果則是優質的卡牌減鎖效果 會視情況來補所需的羊岩獸 通常來說是優先補施救或是熊鹿飛鳥 這邊補充一個小技巧 如果選擇有搭配炎王獸巷頭神的話 可以讓冥斧犬來當作發動效果的代價 這樣也能進一步的發動卡牌減鎖效果 接著來到了展開的重點部分 首先是羊岩獸熊鹿飛鳥 首先看到第一部分的限制 想要特造他的話 目前似乎只能靠羊岩獸斯芬克斯 接著看到他第二部分的效果 這是核心戰術的重要環節 多數時候都是優先跳斯芬克斯和蛇尾獅 最後是讓場上佔滿怪獸的最後一片拼圖 羊岩獸斯芬克斯 他第二部分的效果 也是核心戰術的重要環節 為了100%答對 這次的主要牌組是全怪獸卡的配置 這邊補充一下 如果想讓本家超亮火焰雞蛇發揮真正實力的話 可能會需要羊岩柱等本家魔線的幫忙 這樣就會和全怪獸卡的配置有所出入了 接著是選搭卡牌的環節 第一部分是其他羊岩卡牌 不過就像前面有提到的 這次的主要牌組會是全怪獸的組合 所以火焰雞蛇這次相對比較不重要 接著就是岩屬性的泛用小幫手 其中像頭神和面罩真的很優秀 讓我們抽到先攻時的壓力會小一點 另外就是岩武系列的卡牌 他們的永續魔法卡其實都蠻好用的 最後還要推薦真龍皇的V 他可以補足打點方面的不足 最後一部分是額外牌組 建議以R6的泛用超量為主 他們都是熟面孔了 我就不再多加贅述了 有以上分析 我們可以組出這樣的牌組 接著是核心卡牌的獲取管道 雖然說有部分羊岩獸 可以在更早期的舊卡盒抽到 不過建議還是直接抽 迷你卡盒第31盒 因為這盒可以順便抽面罩跟向頭神 羊岩獸的卡牌似乎都觸得差不多了 目前並沒有未來展望可以講 接著是推薦技能的環節 本次會使用粉碎 主要是拼快攻取勝 藉由羊岩獸的指定抗性 並讓場上迅速佔滿上級怪獸後 提高打點一舉拿下勝利 這邊還是要再講一下 畢竟超量怪獸吃不到粉碎的加成 這也是沒有重點使用他們的原因 另外要聊一下香水戰術 這是比較早期會配置的技能 可以確保斯芬克斯的拆牌效果一定能成功 但本次的配置是全怪獸陣容 不需要這個技能也能猜中 最後來講一下羊岩獸的常見打法 首先來講一下比較瞬息萬變的防守層面 我主要會仰賴面罩和向頭神 老實說他們都有很高的機率能夠撐到下個回合 我們就能順勢將他們作為升級召喚的祭品 接著補充一下排運較差的備案 如果展開的關鍵羊岩獸都沒有上手的話 可以考慮先以R6超量為主力 但要怎麼叫出來也是個問題 老實說那場是兇多吉少了 防守和排運差都聊過了 最後來講一下進攻的理想情況 先想辦法湊出祭品 接著升級召喚熊鹿飛鳥 祭品有可能是剛才介紹的小幫手 也有可能是擁有特照效果的施救 接著發動熊鹿飛鳥的效果 從牌組特殊召喚包含斯芬克斯在內的兩隻羊岩獸 接著發動斯芬克斯的效果 宣言怪獸卡 特照第三隻羊岩獸上場 場上佔滿了三隻上級怪獸後 發動技能粉碎 發起進攻 拿下勝利 最後來看一些實戰畫面吧 可能是大多數的對手都不認識羊岩獸 雖然在實戰中我有些地方沒有操作好 不過還是驚險的拿下勝利了 今晚了 這次就行 展示這一組 台中 各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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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